這件比較奇怪的事,這邊應該就是會直接打完 我們看見傑森他後手也只有剩79.5千的積分牌 然後這個底子已經是達到76萬了 那這裡傑森選擇下注30萬的積分牌 那我覺得堅尼應該就會all in 了 因為他畢竟他也擔心對手會不會有一個黑桃 他不會讓對手免費看這個rebird 而且對手已經算是深深的套詞了 Kenny選擇all in 那傑森在這裡沒有辦法起牌了 天啊,這個真的是閃不掉的 黑桃的情況下,這裡傑森他是drawing dead 就意思是說沒有任何一張合牌可以幫助他了 那這裡我看見Kenny又打淘汰了一位玩家 這裡現在我們主賽200萬港幣滿路的傳奇撲克主賽 是還剩三位玩家 Timothy Adams、Brenn Kenney 卡順,我們來看他要做什麼決定 我是覺得這種有showdown value x high應該是會選擇check 那如果是一些比如說開不了牌的 比如說一些K high或者是什麼 這邊這3B底次也沒有什麼開不了牌 然後可以跟flop 就是一些沒有開牌價值的牌 然後這個合牌來了張K 在這裡Kenny暫時 他是能贏下底次的玩家 是拿了一對4 可是Kenny現在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領先 然後這裡下注485千的基本牌 下注一子 喝多謝 喝多謝 天? 喝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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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ce Smith他選擇在prefile抵抗這個A4 然後在flop抵抗了這個A4海 那Kenny這個下注這個尺寸是很有可能讓他A4會選擇更重 對他來說是非常的便宜啊 那確實在這邊Kenny拿了一對四 是最小的也是這面上第四個對峙 做了一個價值的下注然後被A10海跟了 真的是靈機移動啊 非常厲害 覺得應該不至於可能會直接O-In 那有可能會選擇Open然後被O-In當然就跟了 那如果他選擇直接O-In也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選擇一個最小的一個加注 那基本上8-8大概是前6%的牌 喔Kenny要O-In 那如果Kenny這把A8在中S的話就真的是天選 兩個人的排力都非常的強 好 現在我們的Smith的手牌是壓制我們的Kenny 謝謝兄弟 我們的Ivan6% 看起來很像黑社會老大私底下卻非常 非常Nice的一個馬來西亞的玩家 也是去年我們亞洲GPI的第二名 這是OK的一個可以失敗 便宜的一個可以失敗 便宜的一個可以失敗 喔喔 我們Kenny在對手擊中了三條後 還有一個後門 童話的機會 今天Kenny的運氣真的不差 我們看一下合牌 這個真的是 這連他們自己都沒有辦法都笑出來了 這幸運女生今天是站在Kenny這邊 然後呢加上牌又打得非常好 那就是很難擋住她今天有可能是我們主賽的冠軍 平常打都打不遠運氣這麼好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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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不要走 我們不就有機會 只要是千萬不要拿去 茶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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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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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非常熟悉的面孔 包括我们 国人玩家广为熟知的 Tom DeWang 目前来自瑞典的 Robert Flink 依旧以214个前注 106万9千的积分牌 保持领先来自中国上海的 王佐 是以185个前注 92万4千的积分牌排在第二位 Tom DeWang是排在第三位 拥有138个前注 来自马来西亚的Evan Long 是拥有59个前注 来自美国的Daniel 就是我们的Jungleman 对拥有55个前注 来自中国香港的Devan Tong 是拥有52个前注 目前我们的前注即便来到 前注5000 抵注1万 Tom Your turn Oh OK I need a microphone so I can say stupid shit Drumble man It has never stopped you from saying stupid shit 我们的Jungleman刚刚出局 所以现在又在场上代表说 他又重买了一首 对 又花了一百万港币 对 What about the key boards the chat Right stupid shit 这是一个前置为了多加Limpe顶持 那可能要遇到一个Squiz 我们的Jungleman Jungleman的挤压 是挤压 加注到9萬 圈哥每次讓籌碼全上嗎? 他現在是有34萬8的籌碼 應該是全上 還有一個ASK 可以顯示出來 那在這邊面對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加注 後手好像是還是有一塊牌子 那他應該是 用了兩發 他應該是在之前的桌子上得到了一點籌碼的積累 照理說九溝應該是一個可以抵抗的一個範圍 可是他加這size是有點太大 這裡是18個ante 要不要算一下划不好算 不划算 這大概能跟10個吧 10個可以跟 還有46%的勝率 還要剛才就會把划算放棄 這個賠率實在太差 那你為什麼上方有的 如果你是做一些複雜的操作的掌握 一些大卡,A's King,A's Queen, 那我就想在那裡 但如果你有一個JK10, 我就不想在那裡 我想在那裡, 掌握了你 可以看到這手牌 他們的話是跟住,在前衛跟住 那我們的Diven10在Button選擇一個 直接O-In 24萬8的籌碼 直接O-In了接近50個 接近50個的前柱 沒有遭遇抵抗 好 好 現在所有人都在這裡都在這裡選擇勾七童話 加住4萬 那勾七童話大概是幾%的牌呢 勾七童話其實一般啦 他這個牌勾七童話在versus正常情況下40% range的時候應該是還蠻靠後的勾七童話 因為這畢竟是一個比較遠的牌 對勾七童話是在66.66%的範圍 所以就有點太鬆了 對 我們這樣不錯 其實我們可以邊看邊邊學這樣 這樣好像會比較快 所以他選擇在這裡直接選擇用攻擊桶來加住 加住的話 他代表的牌力範圍就更加強一點 是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 在短牌裡面牌力尺的間距拉低 拉近 那麼落牌的弱勢到不顯得那麼明顯 強牌的強勢也不顯得那麼明顯 他們都忘了如果對自己的翻後優勢有非常大的自信的話 在翻牌前其實是無所畏懼 他下住了一個大概是一半左右的底池 我覺得ST在這邊有一個卡順還有一個後門花 其實有可能會抵抗 再加上有位置的優勢 他選擇跟住 直接卡到了 哈哈 而且這張卡到了 帶給了COM Ally 中了一個 對 第二 availability 中了一個 我們這場比賽采用的是短牌的規則 整副牌中是抽掉了2-5的小牌 並且X是可以當作5來算 銅花比葫蘆大 那銅花這邊應該選擇一個放棄 那現在 底池跟籌碼比大概是1比2.7左右 那如何在兩發內分配好 它的下注量 我猜應該會打一個15萬左右 或者在13萬 打個13萬 13到15 不過這個底池已經比較大 那當然不管打多少才燙多樣都是會放棄的 對 ST選擇下注15萬 那選擇放棄 我不能打整 為什麼 aproximadamente 不可以選擇 不可以選擇 對 你媽媽 真的是威風 尼琪 超棒的 很大的 我们现在这一桌是七人桌 那我们的比赛应该是来到了进行到直升室 四名玩家两个七人桌 我们来自马来西亚的 是直接all-in了他的90同色一球非常漂亮的手牌 不怕跟的有种就来吧 对因为对手能抠住他的all-in一般都是前百分之八 那90同色这位牌在对抗对手前百分之八范围的时候 你知道吗这位牌其实是处于一个百分之六点六七的位置 就是他自己本身是处于前百分之八的范围 哦是吗对 100 100 算是非常的强 对非常的强 90同色 好虽然是被统治的 但是我相信90同色的胜率虽然在这边被统治了 可是应该还是有超过四成 对不弱的 对不弱的 现在领先了 随便发发就领先了 马上中了顺子 随便发发对手就自己去统了 四张A三张 换对手双头顺 对 没有发出来 七八九十勾圈K 一个非常长非常长的一个绳子 哈哈哈哈 常常是有用他的 应该是三发子弹的其中一发 大家不好把他感觉好像是刚买入耶 他桌上还有两发 还有两发子弹 他刚刚买入 第一发就翻倍了 不错不错 好路好路 逻辑他们回答了吗 可以 可以 我们来找一发子弹 我们来找一发子弹 没有,这有问题 有问题 这有问题 他不像是他对手弹的 我没知道 我看你 我看你 你把他拿到一发子弹 我看你 我看你去抓他 你拿到一发子弹 我看你 他在发子弹 是水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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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的 Jungleman 选择 加住一个 五 五万 那我们Tong Duong 选择个六六来做一个Defend 那六六Defend 感觉会不会也是太松了一点 然后就中了一个 然后就中了一个三条六 那在Jungleman 没有在CB Flop的状况之下 我相信Tong Duong 应该知道自己领先 现在下注7万5 目前他只输A9和90 90应该会打Flob 90在Flop一定是会打的 为了价值 所以我们在短排在看的时候 我们都要把对手的open range设定为8%吗 open range吗 因为大部分大家还是倾向于limp多一点 所以open应该都是把他们设定 8到10 8到10 对 面对一个对手的open range 如果是一个标准的 那 大概率是 AAKK圈圈 AK 勾勾 A圈 然后 A勾和K圈吧 最多就到Abo和K圈 我觉得 K圈还要同花 对 K圈同花是到10% 出头一点 不同花就到15%左右 14.6% 对 所以一般只要 如果面对一个对手的open range 其实 只要考虑的是对手这样子的一个牌 就可以了 这次来解说的同时 也让那个阿童教了我很多短牌的一些概念 我现在也是还在学习当中 希望有一天 我也可以参加短牌的比赛 虽然 目前来看有点不现实 因为目前短牌比赛的摆影好像都很大 有我们这些爸爸在台湾有办短牌比赛 就是比较小的买入 还有团体赛也有短牌 其实 我们台湾的那比赛其实是我办的 对它的赛事结构都是我设计的 所以 我本身自己算是有点私心想要打短牌 所以我就把这个 短牌的赛事安排在我们J88的系列赛里面 那挺好啊 对对对 因为其实现在也正流行嘛 对对 那非常好啊 如果你们办的时候我有空的话 我去打打看 我也是练一下手 对啊 我们Ivan Leo是选择Limperis All-in的样子 他埋伏了一个S Queen 所以 像阿童说的他会选择Limper大部分的Range 在小忙 就是逮到等这个机会 而且一旦对手是做了一个Open之后 由于这个短牌的机制排力池的问题 他就直接选择会很容易进行Touch 对 所以一般都是在后卫进行Open的玩家 大多数都会Call前卫的一个Limper Race 是的 好 而且这样就会抓到一个很容易抓到一个能统治 被自己统治的一个手牌 对 所以现在我们Ivan Leo有82%的胜率 因为没有什么一些顺值的组合 对 目前我们依然有20%的概率可以获得平局 看一下River 8和10 好 一张圈 那我们Ivan Leo算是有一个不错的DoubleUp 我一定会多上去现金跟你拔的 只要以后你在的话你在学里面喊一喊 呼喊我的名字 感觉他们平常应该是常常会一起同时打常规桌 对 那听这种讲话的感觉 ST感觉在常规桌是一名高手 ST是非常非常著名的 非常非常著名的 现金玩家 他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在澳门的时候 就看过他打高尔 那时候我还在 我也曾经在澳门当过职业牌手 那时候我还打可能五十一百港币的大小 那时候就看他们好像在打五百一千 就是跟他有十倍的差距 ST出道很早 好我们现在的Tripleader是我们的Fernik 他有超过一百万的筹码 也是我们桌上Tripleader有两百个前桌 来自中国上海的王座ST 其实拥有146个前桌 这张桌子目前是七人桌 我们的前桌依然是五千一万 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激州岛 传奇扑克2019年激州战的超高额买入豪客赛 最后一场赛是一百万港币买入的短拍 在之前结束的200万港币买入的主赛中 我们的Adams是拿到了冠军 淘汰了Brain Kenny 而在我们的开幕赛25万港币买入的短拍赛事中 我们的Justin Bonomo是拿到了冠军 目前刚刚镜头给到的 来自中国香港的David Town 也是拿到了一场五十万港币买入赛事的冠军 一百万港币买入的赛事冠军 我们的冠军是来自马来西亚的Michael Souza TOM DE WANG在这里拿到了顶队 选择做一个半吃的下注 那其实后面玩家蛮多的 对 还有一个我们的来自马来西亚的 强堂Seal刚上桌就翻倍 现在又有一个 两队 他会不会直接O-in 我觉得直接O-in 可是也会担心对手我们7-9 所以他会不会跟一下 先观察一下后手的玩家 那如果是一对一的状况的话 可能就会打完了 也不会 他们高低两队倾向于去做一个 控制 在短拍里面 两队和长排的排率并不是非常的像 高低两队差不多才等于长排里面的顶队 对 而且是顶队弱踢脚 那现在底次有12万 那 劲仓堂Seal后手只剩下17万 对 唐多庄直接在Ten 选择直接O-in 用了他的顶队 最凶的那一种 这时候有两队其实就觉得蛮烦的 還是二扣,他這裡 那雖然湯多昂被跟,可是他還有非常多的out 還有32%的勝率 湯多昂這裡不會考慮負給對手的一個後手的歐靈 那麼他就自己選擇主動打出來 他依然是有很多的權益,很高的權益 好,沒有擊中,所以我們的權益就翻倍兩次 第一發子彈就從10萬打到40萬 所以真的很快,因為有牌真的一下就打起來了 這場比賽目前進行到還剩14名玩家 這是由我阿彤和大亨為大家帶來解說 這是中文簡單不良 現在我們是小魚豬,是嗎? 從小過來這邊就差不多了 然後我做了trip sale 咦,這裡是那個墓入來打的 好,我們的Davin Tom是拿到了一手KK 那麼在他這個馬量 50個前注,只可以選擇直接ALL IN 選擇加注應該也可以喔 當然可以 我們的黑色口袋K,遇到了紅色口袋K 我們來看看會不會有一些花面的腳牌 那麼目前我們的Davin Tom是已經進入到FREE ROAD的階段 有一個後門黑桃花的 好,沒有 變成一個Chop 剛剛 剛剛主辦單位終於應我的要求 看我們這幾天孜孜不倦的努力之下 拿了一件現在Davin身上穿的那件 Hoodie,那件帽T給我 讓我真的覺得太棒了 這件衣服真的是非常好看 我們這一次Jerson Quinn拿了兩個冠軍 剛剛簽約代言就拿兩個冠軍 老闆應該覺得沒有白簽了 非常的給力 真的是給力 而且也算是很難得可以看到一個人可以同時簽約兩間鋪客公司 對 I do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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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翻后底尺可以看到 check到盒牌是我们的糖是拿到了一手顺子 那么他这里实际是很难拿到value的 那Frank这边没有什么摊牌的价值 来做一对九 可是如果这边你要选择用这个S来做pluff 其实也是有点困难 可是他还是要做一个尝试 那这个柱嘛应该对于DVN来说应该会是一个轻松的跟柱 这里是不太会选择拿这样子一个小圣子 去做一个加注的 因为对手范围里面几乎不会有比你差的牌去跟住你的一个加注 那么对手很可能会利用一些block的一些东西去做一个反操作 那么你到时候这样的一手顺子就会面临非常尴尬的境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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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在余体机又利用一手边缘的A9加注 A9加注稍微松了一点 A9加注稍微松了一点 好 好 我们的 DVN选择Limp 我们的Jungleman选择Limp A9加注稍微松了一点 好 A9加注跟住 DVN是拿到了一手K圈杂色 那我选择一个ISO吗 B1加注稍微松的 选择加注到4万 4万 对我们传奇扑克的帽山和一些周边产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录他们的官网 是有购买链接的 他想清楚就知道了 他在里面,你搬的,是吧? 他不想想一下 我给他打动了 他只是想像他 想像他这样 他也不想这样 很正常的手 一引起来,我会打动 如果不再有其他东西 他说不重要,他会搬动 他把他摔动 哎呀 啊,Come on America 長湯自由選擇Limp一個勾圈 然後我們的Devan也跟著Limp 哇,我們的ST 拿到了一手很大的派,而且在偏後的位置 應該會加注到一個五萬,六萬左右 五萬五 那Tanduan籌碼有點少 可能會選擇蓋牌 可是我們Jungleman有個Pocket Queens 可能會All-in喔 這裡應該是一個All-in 那他的 這時候拿90要不要跟兩架 好像可以齁,就是 但是沒有投入是沒有必要的 啊,是的 對,這個不是現金桌嘛,是錦標賽 考慮打ICM是完全可以不用進 如果是90草荷 面對一個被壓制的對子 幾乎又是只有一個很艱難的 8-2開到7-3開幾間 應該有7-3吧 雖然是被壓制了 對,7-3不到一點 7-5-2-5之類的 對,對 8-2開超過 90的話就有雙頭損 可是買到會 不能買到Q 3-3 這跟打成一樣嗎 不要看了 好,那GG 我們Jungleman的第二發也GG 如果是先發了這張圈 再發這張K 那這個故事就精采了 那Jungleman 目前我們看到的是有兩發 讓他至少是輸了 還有最後10萬的籌碼 對,最後10萬的籌碼 對,最後10萬籌碼 對,最後10萬籌碼 不過也是啦 按照我們中國人的講法 我是比較迷信的 他跟別人跑馬的時候 還在後面有人給他肩上按摩 那把他肩上的運氣 燈給排滅掉了 很久 一般性像來自東方的選手 在打牌的時候 是不太會 希望 會比較介意其他人去拍自己的後背 對 反正如果是我打牌的時候 有人拍我肩 我是會直接翻臉的 絕對翻臉 我是打牌的時候 不能借東西 我之前曾經有一次 就是可能有時候打牌 比如說跟你借充電寶 這個蠻常見的 跟你講 我每次借充電寶 馬上就出局 然後一兩次是湊巧 你發生七八次就不得不幸了 所以在打比賽的時候 麻煩請不要過來跟我借東西 因為我也很不好意思拒絕 可是 我是不會借的 所以打比賽不要跟我借東西 我也是很迷信的 我是不帶東西的 我會找別人借 這樣會贏啊 那我下次找你借一下 我不會借給你 下次我又打比賽的時候 看桌上誰最強的 就問他借充電寶 借充電寶 有什麼借什麼 對對對 呵呵呵 借一顆糖果來吃也可以 這裡我們看不到 MRO的底牌 那目前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 這邊Thomas拿到了一個頂隊 四踢腳 有給到啦 那我們現在不知道 Ivan Leo的 手牌是什麼 可是 他能跟住一個對手的C倍 基本上我覺得有一個 Maybe是King Jack 或者是一個 八溝 應該不會有八溝 跟住對手的Race 90啊 溝圈啊 90有可能 溝圈 那現在底次已經25萬了 那我們的Diven的籌碼也剛好是25萬 那 他會不會直接O-in呢 他選擇O-in 對手如果秒Call的話他就小 哎呀被秒跟了 GG 被秒Call應該是小了 秒Call應該是小 10圈還是什麼 秒Call只有10圈是比他 秒Call只有勾圈 那秒Call勾圈也不會秒Call啦 是嗎 是嗎 所以到底是什麼牌呢 10勾 喔 10勾 那秒Call應該是小了 那現在只有兩張S可以幫到Diven Diven 所以 Diven後面還有兩發耶 所以他只用一個子彈 對 他剛剛上桌嘛 對 他剛剛上桌嘛 哇 我們的Ivan Leo籌碼也要爬到快100萬了 對 看到我們的Ivan Leo是很喜歡 很喜歡在翻牌後進行一個對抗 我們 Horse 那麼年輕而已 然後你 oscillator 非常音量 ry talk我們 这里我们的flink是打得非常谨慎 直接在UT级的位置是放弃了一手K勾杂色 直接拿到了一手A圈是可以选择All-in的牌 他们的往手里现在是拿到了一对十 他这里还是很有希望会改牌的 但是面对对手的一个筹码实在是不多 相信这里如果是面对对手一个很多的筹码的话 超过50个ante他是一定不会call的 因为一对十在长牌里面是很好的牌 在短牌里面真的是比较边缘 任何的两高张他都打不过 这一思考两久就还选择跟住 做了一个边缘跟住 那这个边缘跟住可能会为他带来比较大的麻烦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马来西亚的总统 是直接会选择All-in用他的AK 那么他的实时在这里非常非常的难 抵制赔率比已经是非常好了 抵制赔率比是非常好的 但是他并不知道他的实时现在是处于一个领先的位置 只有遇到两位玩家两个对手都是两高张的情况 他的实时才有领先的可能 而在他后卫打All-in的冲通送 是很有可能有比他大的队子 一旦他遭遇比他大的队子 并且在之前已经有一位玩家选择All-in的情况下 他的实时概率是非常低的 面对两家All-in实时跟不动 在选择放弃 那他翻出来看到两位玩家是互相冲突的AKA圈之后 他可能会稍微后悔他没有跟住 但是没有办法 他是有运气蛮好的 一上来翻倍翻倍翻倍 对 现在又压制对手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你很难在开牌之后 你在想原来我刚刚做的决定是怎么样了 你在没有对手没有开牌的时候 你必须去考虑对手的整个范围 那么实时是面对这个范围是遥遥落后 Birdwik 基本上HM没戏啦 只有RUN AND RUN AND OUT 如果赤上出现一张 直接是JON IN Z DEMON 剩下最后一发子弹 胸口的传奇扑克四个中文大字 这衣服如果在欧美穿的话 是欧美的选手穿的话 还比较炫酷 在中文环境下穿的话 可能会把中间的传奇扑克 换成英文的比较好 黑色的外套也写英文 我这样子也显得蛮简单干练 这衣服白得很白哦 它跟观众讲一下它的材质 它材质有点像是 像是快速排汉山那种类似那种的材质 然后比较厚一点 比较像运动的那种快速排 不是像那种外套是棉的 有点湿滑的感觉 那我们唐庄跟住了一个A8 又再一次遭遇到了 这个好旺啊 对啊这里继续选择了一个跟住 埋伏了一手 想想要埋伏后面的人 对埋伏了一手 果然埋伏到了 哇而且这里是一手 这里是一手 马来帮的对决 对 而且它的18欧是一手 操作性的一个raise 肯定是在它的范围之外的 直接六十五万欧位 他们两个关系的非常好 这个是在范围之外 能够做一些 对吗 这个是这里 你给这个 你应该在这个 好 要不要? 要不要放在那圈 可以放在那圈 那圈里 可以放在那圈 2圈 要不要放 2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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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可以放在那圈 我不要放在那圈 要不要放在那圈 太多了 太多了 不太多了 你能拿到那圈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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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些 是那些 狠狠 那是酷了 那是酷了 他在丟出筹码了嗎 Jenryman直接拿到了一手 A9黑桃 那直接選擇 又是全盤四個 他真的好好壓制別人 真的啊 把把壓制 他還是選擇跟住 因為可能後面玩家也有一點多 喔 第一分10 應該是要 只有8萬5 但肯定去了 應該是要去了 只有8萬5 他正好8萬5 後手還剩下了1萬的重 有些魔法 哇 我們在這樣的幾個面 我們的Damontown和那個 Jenryman都有很大的機會 好 這次O1 1 3加進入到一個攤牌 面對兩位對手 我們的Tamontso 依然是擁有58%的盈率 整體擁有48的絕對勝率 絕對EV 4萬5 1 9 1 9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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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 3 2 1 2 我感覺我們的 帶走了兩位玩家 Double Q 而且第一門感覺應該是沒有要重買的打算嗎 然後如果帶走兩家我們場上就剩下最後的11名玩家 對 直接一個Double Q 常常是有好強好旺啊 真的是排勢來了擋都擋不住 Double Q 應該是兩發滿入都淘汰了 對 我們在聊天室有人說 Ivan Leo看起來像馬來幫的老大 是聊天室嗎 小貓TV的那個彈幕是嗎 對 的確那個Ivan真的很像是一個老大 可是我們也有跟觀眾講 其實Ivan在私底下算是一個非常 人算是非常好 雖然是霸氣十足 可是他為人是非常nice 而且Selina有跟我們分享過說 她跟Selina講話的時候都會很害羞這樣想 看得出來是一個比較 比較 粗曠的外表 對 細膩的內在 對 對 對 那我們的湯匡湯 最後的手禮對久 那我覺得Ivan這邊應該會選一個大概七萬五左右的一個下注 下注一個一半五萬五 還是比較標準 他想去抓取對手範圍裡面的一些弱者派 守隊 圈 八 這如果湯普特王是擊中圈的話還是可以會對到支付的 反正這九九十有點弱 他可以詐欺任何人但不會詐欺你 我們可以知道湯普特王在好多年前赤茶風雲的時代就是以豐胸的炸虎橫掃天下的 當年無數的高手在他手裡面栽了跟頭 是啊 面對他的盒牌的下注每個人都愁眉苦臉 我們的Flick在這邊是不是選擇一個家主 如果我們在這幾乎上過一個上舉 我們一定要選擇一堆 public 可以沿他人看到他的 為什麼他們越來越在街上 應該去取得上最少比賽 應該在級別11或級別12的時候停止滿路 那我们最忘的Tunton Seal 看不到他的底牌 可是他会不会拿到一个 A圈 A圈或是10勾呢 面对一个下注 季节选择盖牌 那么不是A圈也不是10勾 哈哈 说嘛都在这里是吧 嗯 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进入到深盲 目前的前注是6000 敌注是12000 来自Radiant的Robert Flink 依然是168个前注保持领先 但是他的领先优势并不是特别巨大 排名第二的ST 以及排名第三的AVNL 是都有150个以上的盲主 150个以上的前注 他们是属于第一集团 排名第四是Tom The Wall 在输掉几个大坡之后 是剩下45个前注 其实Tunton Seal他是没有显示出来 其实Tunton Seal筹码应该也100万 接近100万左右 对应该也挺多的 那么这样桌子上除了Tom The Wall之外 另外四名玩家 都是一个深筹码 我看到 来自中国上海的选手 ST的回归 重新被拆到了这张桌子 我看到 那我们Tunton Seal有110万的筹码 他会不会在这边选择一个挤压呢 比如说这边加注到一个八万 他老是拿到不错的牌 对啊 六万 六万五千 十个anti 十一个 差不多十一个anti 也是一个不错的赔率 那Tunton应该也要盖牌了 这次运气蛮好的 运气好右派 当中突然还是投铁啊 七七应该是不能跟的吧 就算是一对一的状况之下 你要听实话吗 你想听实话 在标准局来说 短牌并没有任何一手牌是不能跟的 不能跟一个8到10的一个持住笔 其实因为前面已经有很多玩家跟住进来 这个持住笔还是可以的 所以七七还是能跟就对了 任何牌都能跟 任何牌 对但是其实亏是亏在 亏不是亏在牌力 而是亏在位置 你的位置 因为你知道 哪怕是世界最顶级的玩家 也不可能在前之位 完全的实现自己这手牌的异域 是的 就是假设你的 哪怕这手牌面对对手的牌 一定是有40%的赢率 那么他18里面也肯定赢不了48 因为在前之位 但是如果你在后之位 可能你虽然只有40%的赢率 但你可能强的玩家在18里面 可以赢到八把九把 啊哈 这